剛剛有朋友說能不能離開台灣前去拍一下7-11 所以我決定現在開車去拍一下7-11台灣的 哈哈哈 拍機油尖 好 強勸你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拍東西 不是喔 我要一陣子 OK好 好吧 我想說我也要回去 沒關係 好了 拜拜 沒事 彩兔拍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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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我傳給你看啊 我有 台灣的7-11 哇 颱風天 風很大 這是停車場 這是7-11的外面 還不錯吧 這裡是陽金門市 你要繳停車單 繳罰單 繳水電費 繳電話費 這裡都可以解決 你要送宅集店 這個是陽金門市 7-11 旁邊又坐的地方有這麼多 當然 可以喝一杯咖啡 很明顯 會不會 一定要喝點 我們一起喝點 好遠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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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音源靜的 - 音源靜的 - 音源靜的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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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的711可以用悠遊卡 悠遊卡可以來做集結 在台灣的巴士還有公車 然後呢 有遊卡也可以在711購買東西 也可以充值 非常的方便 你就不用帶很多的零錢 我之前有做一個關於 遊卡在車站 用零錢加持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對 我可以去看 還有台灣的7-11有很多微波食品 還有便當你也可以請店員幫你微波 然後每家7-11通常都有給你坐下來吃東西的地方 所以非常方便去小氣絕對不會餓到 我有幾位朋友他們是在開7-11加盟店 其實他們是蠻辛苦的 因為7-11的業務太廣了 他們從收任何的費用 然後找個地方收包裹代收 然後還要代送代發 其實還有現在看這個廁所 他們每天值班的人員還是要清掃 然後有時候晚上夜班一個人又比較危險 所以7-11的工作人員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他的流動率也是 流動性也是蠻高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做一下 做一陣子就做不下去 還有7-11也可以買高鐵的車票 我記得台裡也可以 可是大家幫我確認 所以基本上如果到台灣旅遊 小氣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在台灣桃園的第二行下的五樓 還有一個小氣非常的棒 我會把他的介紹影片放在留言欄 如果你要離開台灣之前 真的可以去逛逛這個地方 真的蠻不錯的 好 好 好 用軌壁你 你 mo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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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